所以先降伏自己 你只要降伏你自己的习性恶恋 光就显现出来 光从哪里来?光从自己的身上来 白色的就是毕如则那佛的光 就是佛性光 它是金刚空行 象征着法界 黄色的光是保身佛的光 就是你的功德非常严满的时候 它就出现 是保身佛的光 是平等性质 刚刚第一个是法界体性质 红色的光是阿弥陀佛的光 是莲花空行 它是妙观察制 你只要跟阿弥陀相应了 你都会观察众生佛顶上的光 这个欺骗不了 因为是你自己身上显现出来的光 还有绿色的光 还有绿色的光是属于不空成就佛的 是四叶空行的光 也就是成所作至 还有蓝色的是属于阿出佛的光 是不动佛的光 它是属于大言尽致 属于大言尽致 不动佛的光 所谓光色是有分别 每一种光 每一种光的分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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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